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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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 我们听到李宗盛的声音就很像广播主持人的感觉 所以其实她在现场导览已经很多年了 已经有20 将近20年的时间 所以其实在传艺的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相信都有接受过她的导览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底这个开展一个多月来呢 大家民众反应怎么样 等一下丽玲姐会跟大家来分享 第三位呢是我们传艺中心的展览推广科的人员 卓美华 大家好 我是美华 美华呢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是很多的展品 有些展品呢是很小的很好携带 但是有些展品是非常非常非常大件的 他们在布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历经了很多很辛苦的地方 还有很多小细节 其实一个要成就一个展览 背后要需多很多很多人的共同努力 才可以打造这个将近两年展期的一个年度大展 所以要来进入我们的讨论之前呢 我要先跟观众朋友讲 如果呢今天跟大家呢 同步在我们宜兰新闻的脸书粉丝专页 同步来收看节目 我们等一下节目当中 结束之前会有一个通关密语 如果呢我们在这个脸书粉丝专页的留言区 留下你的通关密语 并且标记哦 标记两个朋友按赞 还要公开分享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次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传统艺术中心 传艺动物园的小礼物哦 我这边手上有这个平安罩 有艾草的啊 还有这个檀香罩 就是润血缘一颗 还有我们现在带了口罩 我们现在其实现在现场来宾 也都有带了那个口罩 其实都非常非常好看 就是我们会送你两款 一款是这个有虎爷的 保佑小朋友的 还有一款是这个比较时尚的 黑色的 这样会这样一组来送给观众朋友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好好来听听我们自己的传艺动物园 也要好好细细来 最后我们美华会跟大家来讲 那个通关密语的部分要记下来哦 这个是 而且也把这份喜气分享给其他的好朋友 所以我们来进入我们的讨论之前呢 先来看一段影片 异想台湾剧团团圆扮成猴子 龙龟等动物 上演一场传艺动物大冒险 以精彩的动物剧来迎兵 随后由传艺中心主任陈岳怡 协同艺术家吴卿跟贵宾们一起开启大门 宣告传艺动物园正式开展 欢迎游客到访 我们传艺动物园的 这个部分是很有动画 因为说鼓赖动物园呢 我们希望大家一种 就是用光标的方式 这一现场可以看到 我们的影片上已经龙出现了 龙出现之后呢 大家一一的步骤 可以看到 传艺动物园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筹备超过两年的年度大展 主任陈岳怡表示 在疫情期间推出园区大展 展出吉祥寓意的动物造型文物 是希望用它们趋吉弊异的超能力 带给大家身心安顿的力量 动物园是传艺中心筹备了一两年的时间 那这个展是一个围棋两年的展 那会展出120件的动物的作品 尤其动物图腾更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所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鸡 我们看到它不只是鸡 它代表了鸡鸡 它代表了厨艺 因为它会吃那个病毒的虫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龟 乌龟我们常常都住长寿 住父母长寿 我们看到老虎保护小朋友 还有包括这它最常看符 那个蝙蝠 五福临门包括福气等等 所以我们的动物 在我们的传统艺术里面 它代表的是一种平安幸福 跟对未来的一种想象 希望把我们的传统艺术的工艺 深化到每个人的心中 让大家知道工艺不是工艺 工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想象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精华 展出的120件文物 渐渐都是珍宝 并也甄选了15只 形象鲜明的传艺动物大明星 策展人也提点了观展的重点 强调金雕作品 香情必赏 图书酒必喝 虎爷必败 还有多样珍藏的文物 等着大家来欣赏 首先最大的也是东西 也是最贵重的展建 是展出无亲的老师的 香情的金雕的作品 然后另外在我们的那个 传艺动物吸气地这边 有展出几件展建像比如说是图书酒器组 他也刚好可以呼应目前的疫情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相关这些传统艺术的吉祥的图案 去让大家保平安 然后另外在最后的创作单元里面 我展出了许多人间国宝的作品 比如张献平老师的那个藤边的作品 或者是109年黄浮兽老师 就是他登陆为人间国宝的作品 梁柱 比如说龙可以呼风唤雨 然后老虎可以辟邪保佑平安 然后狮子也是佛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守护的动物 大象谐音吉祥 然后蝙蝠谐音蝙蝙蝠等等 所有这些动物都是我们传统艺术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符马 全台最惊奇的传艺动物园之旅 展出120件美感兼具祝福的传统艺术文物 以动物的主题结合科技的元素 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出发 带领大家体验传统艺术之美 而展期从现在开始展出到112年的年底 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宜兰新闻记者 好我们刚刚最后看到那个镜头呢 就是有口罩还有香皂 就是我们希望说 在脸书同步直播这节目的时候呢 观众朋友也可以来一同来参与 一同来互动 除了了解我们传艺动物园当中的动物大明星 也知道说这些传统艺术呢 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呢要留到最后哦 一起来看我们美华所说的那个通关秘语 我们就可以来得到这个小礼物 非常的精致可爱 不过一开始我们要先来请庞博跟我们介绍 为什么传艺要以动物园来当作一个主题 然后为什么动物园这些展品呢 到底跟我们生活当中这么密切的关系是怎么来建立的 会想到动物园这展览主要还是从生活上的一些观察 虽然我们现在多数人都生活在非常繁忙的那个都市丛林当中 其实我们离大自然其实非常的遥远 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其实很流行 就是野外露营 然后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3C的游戏 比如说是宝可梦或是动物生友会 都是以动物或者是奇幻的魔兽的一些题材 或者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我们去参观到动物园或是水族馆 其实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兴奋跟喜悦的 所以从这边可以观察到说 其实我们人类跟大自然的那个 是非常的依恋 非常的眷恋大自然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传逸动物园》这个展览 一方面我们再回去思考我们人类跟动物的关系 一方面也可以看见就是传统艺术上面 就是前人非常丰富精彩的一个想象力跟创造力 所以其实你们在以这个为主题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展品如果跟主题不符合 还是说其实你们后来发现 其实很多展品都是跟动物有关 是就是动物这个题材 其实是传统艺术里面当中很重要 很经常出现的一个题材 然后加上我们中心其实从民国85年以来 极陆续进藏了传统艺术相关的 比如说工艺、音乐、戏剧相关的文物有7000多件 所以为了筹备这次的展览 我们也是从这些点藏品当中 精挑细选出了120件的展览 每一件都是有动物的图案 然后每个图案其实都有它背后祝福的寓意 然后透过这展览希望可以呈现介绍给大家 对其实就像刚刚影片当中主任有讲 希望可以贴近生活 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整理于前五月开始到后来 现在其实现在还是在防疫期啦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 希望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 但是总是希望有一些喜讯来发生 它就希望说透过这个传艺动物园的开展 带给大家一些充满喜气的正面能量 因为其实很多的动物在做成传统文物当中 它其实都蕴含了很多吉祥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部分呢 等一下我们会请磅礡工 我们慢慢一个一个来避赏重点有哪一些 然后有一些它蕴含的一些小故事是哪些 不过我们知道传艺动物园它开展 从9月15号到现在 其实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晓得可以请丽玲姐跟我们分享一下 到底大家对于传艺动物园 这样的一个展览 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 这其实从开展到现在 我们发现这一次的主题好像非常的亲民 所以也就是说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像我在眼前这只 这是动物 这动物的话呢 当然我以大人很清楚知道它是麒麟 但是对小朋友来讲 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 那我一个同事呢 他才三岁 那已经从开展到现在大概来了三四回了 没想到它就把它认识了 就知道它叫麒麟 那这麒麟是龙手 鹿生 马蹄 牛尾 四股像的组合 所以就传统动物的话 其实都是蛮多是想象出来的 那以这个为例的话 其实在我们这次展览就会发现说 这么样一个蛮亲切的 因为很多小朋友都以为说 我大概逛动物园 没想到我是从看到这个文物中去认识 传统中出现有文化意涵的动物 所以其实很多人可能连包括我们看到它突然要叫好像是麒麟 也是大概有 但是小朋友应该没有具备了任何的一个概念 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 其实对它们 其实非常适合亲子一起共游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真的 我真的觉得那时候知道说 传艺有一个传艺动物园的时候 大家也会很惊讶 到底传艺要展出的是什么样的动物园 但是其实我们最后到现场发现 其实这个真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可能不见得是我们经历过 但是我们可能曾经看过的 像虎爷啊到庙里可能有曾经有看过 还有一些我们现场其实他们非常用心 我们带来了3D的用3D列印出来的一些展品 其实跟只是差颜色而已 但是其实跟实际的展品是一模一样的 像刚刚阿丽玲姐那个麒麟啊这一只 然后还有这个是狮子吗 是 那个祥狮献瑞类似这样的狮子 然后还有这个都是渐渐都是精品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亲自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介绍之后你之后带你自己的小朋友 或带你的家人或自己亲自去看 你就更有感觉 你就先做了功课之后呢再去看展 其实我觉得感受会更不一样 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传艺有一些动物大明星呢 有很多只嘛 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小小的短片 然后来让大家来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传艺有提供那个影片 让大家告诉大家有一些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们的传艺动物大明星有哪几只 我们请导播来播放一下 传艺动物园 传艺动物是什么呢 它们是无比的想象 它们是上天的幸福使者 是带给儿童勇气的虎头帽 也是守护庙门安全的实施 这些动物其实就在我们的身旁 只是我们太熟悉它们了 才会忘记它们的存在 你也在这里吗 它们已经在这里等你了 好我们刚刚透过我们短短的那个VCR 大概知道说 传艺动物园有些东西不是真实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但是它是古代的人用很多种动物组合而成的一个 吉祥的一个神兽 然后其实也献给大家很多很多的祝福 所以彭博其实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那个精选 其实120件的作品 传统艺术的文物当中 你们是怎么精选出这15只的动物大明星 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传艺动物其实跟一般的动物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他们有超能力 然后这个超能力譬如说上天下海等等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带给我们人类祝福 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美好 譬如说我介绍我手边的这一件是那个 鹿岗木雕大师李松林的作品《瑞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瑞斯 其实跟我们现在动物园看到真实的狮子 它其实造型上有很大的不同 那是因为中土它其实没有生产狮子 那狮子其实是柏来品 所以它其实后来的酱雕都是用自己的一个想象 艺术家工程目前的这个样子 而且它除了真实狮子的威猛、凶猛之外 比如说佛教、佛法里面就是佛陀释迦是人宗狮子 然后佛陀的说法就是狮子吼可以传播世界八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瑞兽 所以看到酱雕它在下面刻的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用古代的古钱的铜钱的这个纹饰去镂空 然后甚至于说大家可以听到说 我们这个3D列印就是为了可以做效推 大家可以触摸我们 可以触摸 对对对 不然一般展品也不可能让你摸吗 太珍贵了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其实酱雕它的技巧非常的高超 它在镂空的这个球里面还有刻了一颗圆球在里面会滚 所以它搭配这个古钱的 这个就是实体的大小 这个是缩小了一半 缩小了一半 二分之一 然后其他的带到展介的都是圆寸的大小 这样子 然后这一件它刚好酱雕透过这个吉祥的寓意就是铜钱纹饰 然后加上这个球在滚动的这个动作 寓意裁员滚滚 所以它是非常吉祥喜庆的一个象征 非常的讨喜 是 那为什么要是一对 一对的话 因为它就是皮索抹去庙门口的食狮子 它如果是一对的话 它就是会招呼两边的那个大家进来的那个民众 然后另外还有阴阳调和的一个寓意 就比较不会孤单 大家比较喜欢双双对对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只公狮一只母狮吗 目前匠师科的这一组它其实两只都是公狮 我们可以翻过来看它其实 不知道民众看不到 它这边其实有科公狮的一个性征 抱歉可能看不太出来 是 所以它这一对是刚好是 两只都是公狮 很符合现代的潮流 是是是 蛮符合现在的寓意 就是 就是我们要追求 不一定是要阴阳嘛 我们现在也有 走比较高科技的那个性别认同的问题 所以除了这样之外我们是不是 刚刚莉玲姐那一支是麒麟嘛 但是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其实有看到 其实在这个展区当中最大件的作品 那一件作品据说在过程是很辛苦 是不是可以先介绍这个展品 美华吗 那它再来介绍搬运的过程 然后你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展品 大概是它的比较特色的地方是哪里 好 吴清老师想起的这件作品是2007年 就是我们传艺中心特约制作委托吴清老师制作的 那吴清老师其实花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 派 在帅领它所谓的团队 然后我们是以15公斤的那个黄金 然后加上还有白银跟青铜等等 然后去打造这一座 当时候光单单那个黄金的造价 它就总共是超过一千多万 那其实现在就是变成 当初的那个促成这个活动的其实也很有远见 因为像我们现在黄金的金价也是飙涨 所以目前整座单单金价 不论那个制作的工钱已经超过了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所以它其实真的是所谓的贵重的一个文物 无论是它的艺术性 还有它的价值也是相当的贵重 OK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每一个在影片当中呈现出来的 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听说在组装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它们有它实体的大小非常的大 但是它其实每一个小细节要摆设 不只贵重啊 而且都是要很精雕细琢 这个部分 梅华可以来分享一下 当初听说你们为了搬运一下布展 其实花了很多很多心力 因为当初这件作品收下来的时候 是分了十个大箱子 因为我们不可能原样的有一个库房给它放嘛 所以在最重的就是底座 所以当初是人力的方式 直接把它搬运到展场 那可是说搬运到展场之外 在那之前其实还有很多潜质工作要处理 例如说黄金的收藏 那可能有些部分它变得暗淡了 然后氧化了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委托了吴清老师的团队过来 来帮助我们就是重新的清洁黄金 那其实这个清洁还蛮有趣 就是真金不怕火炼嘛 所以它就是用火烧 那有人会说黄金烧不会融吗 它是老师他们的功力所在 它知道什么时候停手 它可以把杂质去掉 可以让黄金恢复明亮 但是不会损坏黄金 所以它在保存的时候 它是一件一件分开吗 它是有分了几个大的支架 它是竹条然后让苦瓜疼嘛 所以每一次的重新组装也是很困难重重 对 而且收下来 我们光是数蚂蚁就压力很大 多少只啊 又200多快300只 然后就是很怕数错 就是多一只也不行 少一只当然更不行 说是生了小蚂蚁吗 怎么可能会多 所以其实常常在重复点数的过程 然后这次为了展出 也是我们就要先去数蚂蚁啊 先把他们的数量全部都清点好 然后再交给武清老师的团队来做清洁 然后再帮我们运输到展场做组装 然后其实整个就耗费了整整的四天 然后也搭了一个超级高的银架 就是为了做一些做一个固定 因为其实它的枝也很细 所以是要从上方去悬钓就是钓鱼线 来绑住那个树枝做固定 不然像我们前几天才发生大地震嘛 对啊 对我们有发生状况 一只蚂蚁从玻璃上跌倒了 没事 就是蚂蚁跌倒了 就是其实整个作品就是保护得非常的好 对然后刚刚提到蚂蚁其实是老师为了要 让整个展示的效果更好 所以它增加借了我们一百只的蚂蚁 多多就是比它原本的作品多了一百只的蚂蚁 对所以是呈现蚂蚁直接攀爬上那个窗户 是 就是其实很精彩 让民众它可以更近距离的 就是欣赏到它的细节 对然后所以去到展场就是 大家可能就会看到排队 就是趴在那边看蚂蚁 大家排队看蚂蚁 对对 而且那只蚂蚁也非常的金贵 对 因为老师它其实蚂蚁是研究蚂蚁的生态 是 那然后是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蚂蚁 黑吉蚁 它是 它是差不多就是那蚂蚁的大小 对啊好小喔 我在现场看过 对小小真的 如果没有那个放大镜 其实有点看不是很清楚 就其实是一个蛮精细的 去复原它昆虫原本的样态 然后刀员们就比较辛苦 就常常需要清洁 怕蚂蚁出走 对就是怕大家都有一些额头纹啊 然后压在玻璃上 就常常要清洁 所以我们现在影片上看到 这都是放大的嘛 就是放多大 但是其实现场看 真的是跟蚂蚁的实际大小一样 就小蚂蚁 小蚂蚁 所以是 所以来看这个展 老师的这个作品 是希望可以呈现什么样的寓意呢 对 老师的这件作品 他其实 因为老师是在嘉义乡下长大的 所以他这件其实是回忆他小时候 在乡间就是在游戏 夏日的在乡间竹林间游戏的 看到的生态 他就用透过栩栩如生的金雕 去把它记录呈现下来 所以他是希望说 回忆他自己 可是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 因为用金子嘛 那个损耗上下好几万嘛 应该是都是钱嘛 所以他们在做这种金工系的 作品当中 有没有比较 他们制作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困难 老师有没有一些分享的部分 主要还是因为金雕就是每种材质 其实有它的一个特性在 那真金不怕火炼 然后 所以金的延展性它很高 然后它的颜色很漂亮 但相对来说 它金就很软 然后它很容易变形 所以它必须工艺 艺术家就必须要掌握到这个材质的特性 然后尤其它又是 以圆寸栩栩如生的这个尺寸 去打造就是 有蜻蜓啊蚂蚁啊蝴蝶啊 各种的这个生物 所以它必须在 它的要表现的艺术的造型 跟这个材料的特性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 然后它完美的去组装了 包括青铜 然后拌营这样的一个异材质 然后透过动物 植物的各种的组合 去营造出一个 真的是一个小宇宙的 一般的一个生态 所以它这个展建算是比较特殊 是可以 因为展区的不同 而做一些调整 对不对 就是不会像一般的作品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它可以透过 因为蚂蚁摆的方式啊 或者是说 树摆的方式可以做一些 就是别人说 每次展的样貌 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不可能有摆一样嘛 是是是 就老师其实到现场 帮我们调的时候 就是因为包括之前 金雕这一堵作品 在传艺拿出来展的时候 就是为了在旁边帮忙 那其实每一次老师 都是看展场现场的状况 老师会做一些调整 他比如说包括到 谷瓜藤蔓 他的树叶里面 他凌风吹动的样子 然后尽量不要让视觉显得凌乱 但是又可以呈现说 瓜点绵绵绵 这样的充满 生气勃勃的一个样态 所以很多东西 是非常细微的到现场 去看现场状况 灯光环境 整个周遭的环境 做出调整 对 其实每一个展品 都有它的巧思在 尤其像这种 是可以随着展区而变化的 那个其实大家真的是很幸福 因为每次 你这次看的可能跟下次 他其实如果有机会 在跟这件作品见面的时候 他的样貌 搞不好也是不一样 那同样 我们刚刚一开始 其实透过影片当中 一走进 传艺动物园的大门之后 其实我们映入眼帘 是很多科技感的一个萤幕 这个部分是可以令华姐来跟我们 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结合呢 其实必须讲 现在博物馆的展出方式 实在要迎合现在的新世代 是 本来一般的展展大概都是文物的摆放 是 可是发现新世代的小朋友们 科技对科技比较接受 所以我们就用了光雕的方式 用大面大画面的一个投影 那投影的话 那再用动画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不把文物的 直接呈现出来 我们透过比较 透过设计的方式 先catch一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 还有我们用这个幕后的配乐 也非常的震撼 先把大家 试一下 试一下 对 那吸引了之后呢 再引导他们 随着我们的斜坡道 逐渐上到二楼 那当然二楼 刚刚就看到第一件展间 就是庞博刚刚所提到的乡情 但是接下来当然就是 这是一个影子 接下来往内走的话 才是我们的 真的是我们的传艺动物们 我大概举几个在这期间里面 还算蛮受欢迎的 那像虎爷 没关系丽玲姐 这些重要的部分 我们要留待下半阶段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观众朋友看到现在 其实我们对传艺动物园 已经有一半的了解 但是我们还是要 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听取我们的通宽蜜语 才有机会得到 我们这非常可爱的口罩 还有我们这些小礼物 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就是传统艺术中心 其实他们也非常用心 希望说让传统文物 离我们生活是很贴近的 也让我们大家可以感受到说 透过一个动物的主题 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老少嫌疑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七点大小声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耀珍 我们这集的主题呢 要来介绍就是 传统艺术中心的传艺动物园 我们传艺动物园是 传艺中心推出了两年多的一个年度大展 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传统艺术中心 一定要细细来好好来欣赏 这珍藏的120件的文物 它都是跟动物相关的主题 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贵宾 我们一同来分享 到底传艺动物园要怎么来逛 这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120件 渐渐都是精品 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欣赏 其实外行人都是这样走过 看楼子而已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内行人 教你如何来好好的掌握这些重点 庞博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这么多件真品 你们也精选了15只的动物大明星 那我们要怎么逛会比较好 是就是其实所有这些传艺动物 包括这些装饰的题材 除了动物之外 然后它经常也搭配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器物有绣球 或者它可能搭配植物 它其实都可以看成说 古人他设计雕刻这样一个东西 他其实背后有他要传达的一个故事跟情谊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心上人 那我可能比较着于言辞去表达 那我要准备送给他一个礼物 那我可能准备像我们展场就展出一件 那个银饰的那个髮簪 然后它的题材是蝶恋花 对然后它其实我如果送了这个蝴蝶跟花卉的 这样一个题材送给我的心上人 那我不用透过任何言语的表达 它就胜过了千言万语 好文雅喔 是然后甚至于包括说 像主持人您前面的这一个 对它是传统建筑上面的一个灯梁座 它是拖着那个灯梁下面的一个木座 是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上面其实有五支蝙蝠 对 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五支 五福灵门 对它其实就是 这边古人在玩一个谐音的梗 就是五福灵门 就是主持人您说的 对那五福是哪五种福气呢 它其实就是长寿 健康 富有 富有 然后有好的品德 好的品德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有安详的那个临终 就是从出生到 到我们离开这个人世之前的五个福气都包含了 对对对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团的这个 这个比较抽象的这个形象其实它是一个香炉 香炉喔 对对对 这是一个香炉 对 对它是一个香炉抽象的一个形象 那五福去团炉这个形象其实也象征做 因为香炉它是香火的一个象征 所以 绵远 对对对对 是一个绵远流藏 是 也希望这个福气是苍苍久久的一个吉祥的寓意 难怪今天你看他们要把这个放在我前面 就是 这个是最好的祝福啊 是 对对 然后除了这一些就是它是用正面就是很吉祥寓意的 这些图案去表现之外 那比如说 我今天家门口可能直接有一条马路直接对着我的门 然后我觉得有些冲煞 陆冲 陆冲 家里不舒服的话 那我可能会选择 比如说 动物界当中最凶猛的老虎 对然后我老虎可能我挂在我房 这个老虎长得很触别喔 对对对对 你看他的眼神就是虎视眈眈的样子 而且他头上还有一个类似王的一个字 显示他是兽王 非常的威猛 是 而他嘴巴上面还显咬一个很锐利的一把宝剑 所以就是老虎还不够还要加一把宝剑 是 然后就透过这些题材的选择 以胸制胸的 去把我们屋宅外面不好的煞气给化掉 来保佑我们家里面人的平安 这个部分是会放在 门门 就是挂在门的上面 门上面这样子 所以不管是这些像我们看到瑞斯 然后包括令姨姐介绍的麒麟或这些 所有这些题材 其实古人都是把它变成是一个秘密的符马 然后如果我们可以看得懂可以欣赏的话 其实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的祝福 也可以显现说 其实古人的文化创意 它其实是非常的高妙 然后其实我们就可以从里面得到很多的保障 那像我这个会放在哪里 这个它也是在传统建筑上面 直接挂在 就是直接磕在传统建筑上面 附在那个墙壁上面 拖着上面的木梁的一个构建 所以会放比较高就对 比较高处的地方 所以其实古人的房子里面处处都是巧思 而且我们透过这个传艺动物园 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生活当中隐藏了很多动物 而且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 这些 这些我们可能没有发现 有时候我们只 如果像这个 如果真的放 刚刚我们刚刚那张照片 其实有看到 其实它是涂成像木头的颜色 刻成木头的颜色 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仔细看 会没有看出来 但是其实我们经过磅礡这样的介绍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很多的古人 他的家中很多的小细节 然后他隐藏了很多的动物 但是都是给予大家祝福 很正面的能量的部分 那除了这些呢 还有哪一些 蛮值得大家去发掘的 是 比如说我们的动物 就是它成为传异动物 其实有很多的条件 对 像其实我们大家都家 目前很 很 很常看到被巡化的鸡 鸡 这样一个家庭 那鸡本身就是谐音 鸡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甚至我们还赋予它一些道德的属性 比如说鸡上的灌 然后就是古人要正一观 所以头上会有个灌 它就是认为是鸡有文 文的这个道德属性 鸡有武德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就是鸡爪它很空无有力 所以它就象征无 然后此外呢鸡很勇敢好斗 是 代表勇 勇气的勇 勇 而鸡它如果有人在喂食的话 就会咕咕咕咕咕咕咕 然后大家 呼朋引伴 它不会一个人独享 所以这是人 人的表现 此外呢 最后就是大家都知道 金鸡爆小 就是天要亮的时候 公鸡会咕咕咕咕 叫大家取床 告诉大家天亮了 是是 所以这是信 信用的信的这个表现 原来鸡有这么多品德 对所以就是 传统艺术里面 就把这些 鸡的这些 可以跟人间呼应的一个价值 然后去把它强调出来 哦 所以其实 我们刚刚其实有一些 我们有动画当中 其实有很多种动物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着动画 大家 彭博一边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 好像除了鸡 还有很多种动物是不是 可以来 请导播秀一下那影片 我们彭博一边来介绍一下 那个影片当中 有好多动物的一些寓意嘛 是 那个动画蛮可爱的 这也是传异动物园吗 嘿 目前滚出的绣球就是 狮子系绣球 嘿 好事在后头 它其实是一个 吉祥的一个顺口溜 是 然后就是 如鱼得水 年年有鱼 它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 比如说每年过年的时候 就是鱼一定 会保留不要吃完 它其实也是一个 风足寓意的一个象征 有春就对了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龙 其实我们很多动物 它必须要 生长的就非常的不凡 它有些很独特 就是现实当中没有的 像我们刚才介绍的 鸡 对 你们都把它 制成很可爱的动物 然后鹤就是传说 鹤寿千年 所以它是一个很长寿的象征 然后乌龟也是本身也是一个很长寿的象征 然后乌龟也是本身也是一个很长寿的象征 而且它就是 传说就是 它身上驮着一个就是洛书 嗯 然后另外大象 它谐音祥 然后身上杯子的宝瓶 太平有象 哦 然后鹿 谐音符鹿 对 它本身就是官鹿 鹿鹿的一个寓鹿的象征 那蝴蝶就是刚提到的蝶恋花 可能象征的自由 象征的爱情 嗯 所以就是生活周遭 我们各种器物当中 其实都可以看到 船一动物陪伴着我们 比如说老虎 鞋鹰 虎 那它其实也是小孩子的守护神 嗯 然后马是以前路上最快的交通工具 它也寓意为人才 然后像马上太平 哦 然后凤凰鱼飞 就是鸾凤和鸣 凤凰也是我们传统艺术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代表的一个神话的动物 像这边是戏曲里面出现的一个阵缝 也非常的精致漂亮 它是戴在头上的一个法饰 是 然后这是丽莹杰刚刚介绍的瑞兽的麒麟 那麒麟就是孔子出生的时候 也是相传说梦到麒麟 所以麒麟送子 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祝贺朋友 生小朋友 或是要期望他可以得到小朋友 其实我们可以准备这些麒麟送给他 然后给他一个祝福 是指还没有生的时候就要送 其实都可以 因为他其实出生之后 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凤毛麟子 就是它其实是 麟子是非常稀有的东西 那如果说就是小朋友 像麟一样可以成才的话 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说还没有生的时候 就是有点祝福他可以麒麟送子 然后如果生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一样可以送麒麟 就是祝福这个小孩子 未来可以成才 是是 原来其实在我们的传逸动物大明星当中 你们精选了这么多只 其实也都是精挑细选的 是就是尽量希望可以呼应 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周遭的 相关的一些祝福的能力这样子 是 所以麟玟姐 我们刚刚其实 彭博介绍了很多种动物 有没有哪几只动物是真的是很 很受到的欢迎 就是展场 就大家看到他就 哇好可爱 或是很惊呼 原来是这样子的一只动物 其实像刚刚彭博介绍 虎像我们现在都带着老虎 对 虎爷真的太可爱 虎爷是叫夏坛元帅 夏坛元帅 对就一般我们到庙里面 我们拜拜的时候 其实不要忽略 在神桌下面还是虎爷 对对对 拜拜 但是夏坛元帅 那也因为就是 就是老虎有那凶猛的力量 可以保护小朋友 所以有时就是 习俗上有些人 把他称为干爸爸 叫Key Bay 就是希望能保护 平平安然长大 所以这虎爷在我们里面 你可以看他形象很可爱 所以是受欢迎的 对很受欢迎的 那刚刚在里面介绍鳳 那一个也相当相当的吸睛 因为这支鳳的话 因为它是 仔细看它的话 它是一个戏曲装扮的头面 所谓头面就是 演员他戴在头上的装饰 所以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才可以戴 以这样子的演员在舞台上 大概都是后飞级的角色 才会戴到这么漂亮的正鳳 飞纸这样子 那这支鳳的话 很漂亮的话 因为它是用点翠 它是用翠鸟的羽毛 一片一片贴上去 所以你才可以发现 如果说从不同角度看 它其实有光泽的 这是相当精细的 那再来我们在里面还有一件 就是非常可爱 我用字考 因为这个来认识一下 太难念了 真的 因为它有点难念 所以这个展览还有个好处 让大家不熟悉的字 我们透过这个可以熟悉一下 真的 我们里面一个很受欢迎就是这个 有注音符号 因为怕大家不会一念 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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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看到 吃虎卢 那你们发现谐音 祈福禄 祈福禄 对 这是个香炉 那香炉的话 我们的吃虎在哪里 其实就在它的两侧的耳朵 是 它其实吃虎又叫奎龙啦 其实发现又很有趣 我们人想到好多好多的动物变形出来 那再来还有一个重点 我要翻过来了 再认识一只动物 就是在香炉上面那只狮子 酸泥 它是据说龙有生九个儿子 其中的一个儿子 龙生九子 各个不同 其中一个儿子就叫酸泥 我们进去看的话 所以它是龙的儿子 是的 龙生九子 但是各个不成龙 其实看起来都不像龙的样子 那这只酸泥为什么被 站在那个炉子上方 因为它很好玩 它喜欢吞烟 所以它大概大概在香炉上面 会看板 真的跟龙不太像 对呀很有趣吧 对 跟龙不太像 其实龙有好几个儿子 但是因为有九个儿子 这时间不够 不方便一一介绍 但是这是其中一位 这是其中一位 所以这是好玩的地方 就是说传逸动物 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当然它有真实世界的动物 但是真实世界动物的话 那再来还有就是说 我们人更多人为想像的 那这些动物 其实都一样 都是赋予 背负予好的寓意 其实还不是为我们人 带来平安幸福 那也帮我们绑掉 那个邪碎的东西 真的 所以其实它有很多种寓意 有些像刚刚 奥帕姆讲 像那个虎爷 如果你这样露冲 可能现代人如果还有一些 这样的考量 搞不好也是放类似的 一个这样相似的图腾 或者是什么形状的贴纸 或模样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古代的那个智慧 真的是让我们很难想象 他们那个刻的真的很精美 而且每个那个图案 真的是微妙微笑 然后看起来真的是 非常的真实 像刚刚 灵灵姐说拿的那个缩泥 是龙 酸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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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家认识这个字 不错 今天顺便学一个字 酸泥 对 所以这是龙的其中一位儿子 儿子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发现说 其实古代人有很多想像 虽然说离我们现在有点远 或者是甚至不存在 但是我们就是可以知道说 古代那样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做 想象力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然后而且生活当中 也充满了很多的趣味跟 祝福的意涵 那同样其实我们来到展区 除了走马看花以外 其实现场我们带的小朋友 也很多互动的一些装置 是不是 美华这个部分 我们来到展区 如果是亲子要怎么来逛 呃我们这展场里面 有两个互动的装置 然后一个其实非常 大小朋友都很喜欢 就是一个互动积木 那现场设置有五个组合的 排列组合 然后像我们荧幕上秀出来的 民众只要去完成那个排列组合 他就可以召唤出其中一个动物来 然后可能是羊 然后可能是蝴蝶 然后当然有看到小朋友 其实也很发挥创意 他可能就玩自己的 他可能是叠高高 或者是直接叠成动物的形状都有 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 就是希望在这个地方 可以让大家放开来玩 然后用这个方式 也透过他们去认识一些 传统艺术中的动物是什么样子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拍照的装置 因为我们也 传统艺术中的动物 其实用各个面向来带给大家祝福 那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个祝福 让大家可以带回家 那所以我们就选出了六个意涵 包含就是升官、发财、爱情美满等等 然后这些民众只要按下拍照的按钮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 民众今天就是传逸动物们给你带来什么祝福 然后像前几天就是刚好看到一对老夫妇 他就去按钮拍照 然后拍照他刚好就是健康长寿 那其实现场大家都好开心啊 是 对让一对老夫妻手牵着手来一起拍照这样子 所以可以来试试看说 你今天会带回去传逸动物给你什么样的祝福呢 可以到现场来拍照 所以展场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嘛 对 所以其实我们在展场这样看一些逛的部分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香芹 然后因为它那个金雕很大 还有一些像我们刚刚现场说的 这些比较是小的一些物件的部分 然后是不是有些东西是看起来不像动物 但是它其实里面有动物的形态 像那个图书九就看不出来有动物啊 图书九七组就是它是在那个七 它是用石绘的技法 它是有画出 因为它比较它是平面的 比较动物形象没那么特征 不过仔细看还是可以看到有鶴跟龟的一个形象 然后鶴跟龟刚好都是象征长寿的一个动物 所以它应用在图书九 图书九其实是以前古代 辟除疫情的一个中药方 然后相传是由那个三国时代的明医 那个华陀去发明的这个药方 这样子 所以古代人其实从就是六朝以后 一直都有引用这个图书九的这个风俗 然后他们饮用的习惯就是会在除夕的时候去做这个图书要酒 然后元旦当天饮酒 而且最特别最特别的是在于说 它饮酒的顺序跟我们现在敬老尊协就是长者先饮不一样 它是由家中年纪最小的人先开始喝 然后由幼而长的这样的顺序 然后最后一个才轮到家中最大的 然后其实它里面有一种很贴心的一个设计安排 因为如果每一年都是年纪最大的喝 然后喝完之后就看着后辈再喝久 它其实会有点感伤 所以他们就调动了一下这个顺序 其实是很奇妙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民俗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的器具 还是说图书九 还是这个药方有一直传承下来 目前一直有在流传 但是就是里面的那个药方的成本 比如说极梗啊大黄等等 就是各家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大致上就是都有流传下来 好适合现在疫情 对而且它就是很神奇 就是古书当中其实有一些 就感觉好像现在疫苗什么都不用发明了 就是它就说一个人喝了图书酒 然后全家都可以保平安 然后一个里里面只要有一户人喝了图书酒 吃喝图书酒 然后整个里的人都会平安健康 难怪华佗会成为后来大家拜的神明这样子 所以其实很多的展品的背后 它其实蕴含了很多的很多种的小故事 那其实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有 像磅礡他的背景是研究员 他对很多的文物都那个 是不是可以分别请你们自己介绍 就是或者是你自己最喜欢 这个产业动物园当中的最喜欢的一个展品 就是你可能有些是可能最大最大 可能你觉得还好 但是你自己最个人最爱的 我想听听看你们自己个人最爱选的是什么 美华呢 但已经介绍好多次了 我最爱可能还是虎爷 你最爱还是虎爷 我家之前有虎爷 就是很个人的因素 是 对然后我家以前也有一只虎般的土狗 然后我们就叫他小虎 对然后他生病的时候就一直去喝虎爷 谈下虎爷的水 然后我们就觉得有被安慰到 好像他离开的时候也没那么痛苦 是 就是很个人情感啦 对 你就最喜欢虎爷 那莉玲姐呢 我这边来介绍一下余志伟老师的一件作品 非常有趣喔 这是 这是你个人最爱 因为身为导览员总是必须要 每个都爱 都要都爱 对 所以刚刚又没有介绍到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就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神童细享受这件作品 是 非常的有趣喔 这是我们余志伟老师 他用纸粘土做出来的 是 这件作品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它龙 然后上面有12个小朋友 那这小朋友呢 就呼应了我们小朋友不满周子要戴虎头帽 但是这都不是虎头喔 它是十二生肖 所以每个小朋友头上戴的呢 分别就代表了12只不同的动物 气无后头联材 那画无后 那画一条 对 那所以这个梗不错啊 就大家在观赏这时候 这件展品的时候呢 这件展品算大吗 这件量体系大概这么大 哦 那小朋友非常可爱 那又穿的围痘痘 是 非常的传统复古的一个装扮 然后再像头上戴的 就是代表不同的动物 是 真的非常的 真的 我比如说很传神啊 那再来就是趣味感 然后当然还有余志伟老师他的工艺的精细度 哦 对啊好细腻哦 很细腻 而且色彩非常非常的缤纷 对 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充满童趣 但是在童趣的同时 我们也把这个动物们 当然 坦白说十二生肖 还是大家熟悉的动物啦 对 那这样的东西当 让大家 在比较接近一点 所以 这是一件 嗯 非常当作 那你有偏好吗 我偏好啊 坦白说我个人偏好 当然是他的旁边的那一件 不过可能没有照片 嗯 因为这一件作品是焦手的作品 嗯 那非常好看是 这是吴隆老师 就是 出现了两个主题人物 一个是大家熟悉的美猴王孙悟空 嗯 他追的一定是谁 是 是 那是铁扇公主 那因为 作品本身他这个叫五天洞地 是 其实是 我比如说是应该是 老师真的相当厉害 就是非常传神的 把那个动感呈现出来 那这个是 也把传统的这个 故事 演绎得非常好 嗯 那这件 这件你个人非常喜 蛮推荐的 推荐的 所以其实虽然没有照片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到展场来欣赏 就是 很多的真的 我觉得因为120件嘛 大家都有各自喜好 那胖博你 研究这么多 你自己应该也很难抉择 哦对 因为120件每一件都是 就是从7000件这样精挑续检出来 对我来说 其实有点难割舍 但是我这边就是 以这一件 因为我带到现场 就是3D列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说 这一件 数一数它的脚 有几只脚这样子 嗯 几只脚 三只脚 然后猜一猜它是什么动物这样子 嗯 什么动物 我根本看不出来 而且大家其实很少有机会 可以看到背面 它其实背后都没有塑形 大家其实会很纳闷说 诶那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嗯嗯嗯 对 然后现在 不是因为3D列印的关系 不是因为3D 对它本来甚至是这边有挖空 是 对 它其实是以前装饰在传统建筑上面的 焦纸桃 哦 对 然后它的装饰的这个题材 它是三角残除 它是三角残除哦 对 就是 传语动物其实它 除了一般的动物之外 嗯 它里面有很多 像比如说龙 龙的造型其实现实当中 是没有的 是 所以像是要显示它的神奇跟步凡 所以它有些造型 动物的造型 会跟真实的世界不太一样 如果是4只脚的残除就太普通了 是 所以匠师就创造出了3只脚的残除 这些残除它其实还有一个神力是 它可以去咬钱 哦 打击 所以我们常常去逛商店的时候 看到商家的门口 哦 就是残除 对对对 它就会放一只三角残 然后嘴巴咬着铜钱 就是希望可以为店家带来财富 这样的一个寓意 这样子 真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透过这一集 虽然没有办法把120件的传统文物都一一介绍给大家 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们挑起人出来的这几件也非常的经典 而且讲了一些背后的故事真的是让人家真的是大开眼界 但是想要真的亲自去感受真的要实际来到展场来亲眼看 然后我们刚刚也有在节目一开始有说到 如果我们同步收看我们脸书直播的观众朋友 我们会送你们小礼物哦 就是我们的传艺动物园的外面也买不到啦 就真的只有传艺动物园有的专属口罩 还有一个爱草造或是檀香造的部分 然后我们刚刚有说要在我们 在我们的那个网路连结下面要标记两个朋友 而且要留下通关密语 然后按赞公开分享 所以我们请我们美华来跟我们讲 我们这次的通关密语是什么 这次的通关密语是 传艺动物园全台最喜气 对 传艺动物园全台最喜气 一定要记住 传艺动物园全台最喜气 我们只要标记两个朋友 按赞以及公开分享 留下刚刚那句传艺动物园全台最喜气 就有机会收到我们的传艺中心所送的小礼物 希望透过这集的节目 让大家可以好好知道 让传艺动物园其实策展人 还有很多人的用心良苦 其实希望让传统艺术可以真的融入生活当中 让大家无论老少嫌疑 都可以去发掘生活当中的趣味 而且艺术其实离我们生活非常非常的贴近 而希望透过一个动物的主题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传艺动物园的喜气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的莉玲 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120件的展品 而且也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哦 想要收到小礼物要记得留言 传艺动物园全台最喜气 期待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